嘿小伙伴们,我用花卫音的形式聊聊天 最近两个月,我分享通过Workaway来挪威打工换速的经历 有留言说,不就是去做免费保姆吗? 还有人说,挪威人工贵,你去做划不来 还有人不理解,放弃学历去做体力工作 还有人问,我漂泊的目的是什么?我来解答一下 打工换速对不同的人来说会有不同的价值 有的是为了低成本旅游,有的是为了在当地家庭学语言 有的是学习新技巧,比如学种地 为了以后自己买块地能耕种的得心应手 还有的是收获新体验 你对我来说,这一次的打工换速 主要是一个零成本是错的机会 因为决定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 我有一句挪威的想法 但除了之前一周的游客视角 我不知道这里到底适不适合我 于是我在当地人家住上几个月 通过深入的体验来解答这里 是不是和我安家这个心中疑问 除了这个主要目的 其次,我想看看养动物养孩子是种怎样的体验 这决定今后我养不养宠物,要不要孩子 因为身边多了一个生命这是个大责任 我没有完全把握之前不会轻易做决定 总之在旅游和新体验之上 打工换速给了我试错的机会 那我也建议如果你也向往某个国家 某种工作或爱好或生活方式 或由于某种人生决定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答案 主打试错成本低 有种先试在买,先尝在买的逻辑 OK,除此之外 我学会了刷墙,绑围栏,处理铁锈,保持零度以下动物水槽不结冰的技巧 了解了挪威的一些文化和制度等等等吧 那有些从功利性角度看似没有用的事情也有它的趣味 做些无意义的事情还可以给存在主义危机中闪几颗星光的 然后说漂泊的目的是什么 没有目的 就像人生没有意义一样 就是我当下直觉中选择的一种状态 世界永恒不变的是变化 或许明年我安家 或许明年我继续漂泊 我聆听内心的声音 并对变化全力以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在我们的院子这儿 就在我们的院子这儿 我来拿木头了 不要扎到我西南的小手啊 装和可时尚的蛮沉的 上来拿点洋葱 放在袋子就出来兜里六个 手提四个 这是牛肉和猪肉的混合 牛肉是买的 猪肉是他们家森林散养猪 猪我没有看到这面容 我以为天冷了被宰杀了 还加的是这个粉条味 猪做的像个人似的 今天是taco friday 刚产了些猪沙 他也在看着 照动物和照小孩一样 屎尿屁 阳台上的这个是 哈利潘宁 墨西哥的那种青椒 这是酱色 估计再长一长变成紫红色 这个黄颜色的比这个橘色的还要甜 土里有好多的蚯蚓 说明还比较肥沃 总是不免有拽掉了的胡萝卜 然后就要给它抠出来 整净胡萝卜 OK 大泥 大泥 今天是我的这个寄宿家庭的最后一天 明天我就坐过夜大巴去挪威的另一个城市 啊来这两个月了不长不短 第一个月是渐渐适应新的国家和这个家庭 第二个月感觉更自在 踏实的体验田园生活 这个地方我以后一定会再来的 我梦想着有一辆房车自驾挪威 然后经过这里的时候再拜访V和动物们 下雪喽 看不够山 他也有四季换装的变化 再见了我心爱的小pony 我特别佩服他 不怕过店跳过栅栏去邻居家吃更绿的草 嘿嘿小剧驴似的 喜欢给马挠钉 他也特别喜欢挠养 给马就得使大劲 再见了我心爱的狗子 那个按摩犬先截一下呗 一见我就躺 我会想你的 再见了 来的时候还是小鸡早 现在都要长成战斗鸡了 再见了 喜欢把脑袋扎到水里的大笨鹅 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只鹅是唯一 目前还怕我的动物 就是我靠近它一米以内它会跑 下雨和下雪 动物们就喝从屋檐上接下来的水 我这强火症总是喜欢把这水桶满上 我这水能不能把你抱起来 看起来有点沉 小飞鸭 有的小伙伴们动物身上有没有病菌 会不会有狮子 然后我是没找着 我觉得这些动物都还健康 你说我家伙的最可爱的小羊 像小狗一样 再见了 并不会成为羊肉火锅的你们 大黑二黑三黑四黑五黑六黑七黑 再见了大美女艾拉和冰岛小巨马 这个艾拉威说她有公主病 她吃饭总喜欢巴拉底下的草 把上层的巴拉到石槽之外 还得收拾 做了哦 记住我的气味 这个毛后的冰岛马 它其实有18岁了 这个马能活25到35年 她是一个中年俊大叔 哦还是艾拉情人 再见了 喜欢遛我的狗子 你还在我屋里尿了一泡尿 以后睡来给你做头凉了 口臭 特别喜欢这只狗子 再见了 耳机线杀手 年人的橘色球球 再见了小傲娇 我屋里放这个水 是为了增加空气湿度的 但是她喜欢过来喝 是50 对 但是她比较多于50克 5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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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5克 是50克 50克 所以你买到10 你去明天吗 是的 我去明天 你去明天 你去哪里 你去明天 你去哪里 那是很长的路 你不可以再来这里 可能 在未来 像一个或两个月 我会召唤你 你会召唤你 你会召唤你 大人 你会召唤你 是的 我会召唤你 在未来 但我不知道 他要我的一寸兆作为留念 ok which one but i don't have extra oh maybe you can take the small one i have extra this but you can't take my money 你带上所有的家当再次启程